台中大雅有一家租车业者用短影音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工作日常 说民众还车要来检查车辆时 他们除了经常会搜出刀棍之外 还搜出了生猛海鲜 对此租车业者坦诚 的确内容情节有一点夸大的成分居多 但他们确实有收到让人傻眼的物品 像是球棒就收了好多只了 但是业者拍这样的影片难道没有踩到红线吗 对此市府跟警方都表示 会尊重创意 主持业者拍摄工作日常 男客人脖子上一圈金项链脚踩夾脚脱 一下夹着手提包 业者不用开口问 一看就知道是在地 从这样的座下翻出一把开山刀很常见 打开后车门吊出一堆棒球棍更是标配 至于后车厢发现有女子被捆绑 纯粹只是意外而在副驾驶座 肚子饿了随时来点声萌海鲜 补补身子也不为过 当时在想说怎么拍让他观众想要看 然后搞笑 他有问我龙虾什么意思 我就说因为这个我们原本要用泰国虾 泰国虾太小子了 要呈现的就是很虾的方式才会想要用虾 这是台中大雅一家出租车业者拍摄的CUSO影片 以端仪描述工作日常 客人还车时经常在车上搜出刀棍 但有女子遭捆绑 情节内容似乎有些夸大 影片内容难道没有败坏台中治安形象 对此警方表示第一时间有前往了解 确认业者只是CUSO没有违法彩虹线 也不至于造成民众恐慌 尊重业者创意